因为美国昨天公布了通胀数据 见到是加剧 数据都超出市场预期 大家真的害怕了 是不是联署局会有一个要快些收水的压力呢? 所以见到美股最近虽然一直都比较不错 但又是急回 那些伙计股也跌得比较多 你怎样看今次这个数据出到市场的反应 以及美股最近的回调压力大不大呢? 我想会有少少的 因为始终你见到美股不计昨晚 其实都升了不少 已经一直都继续上升 尤其是储局议息之后 说明要减买债那一刻 市场完全是不理 可以了我们价格全了 没问题的了 所以变成三大指数都继续破顶 创新高来来去那些字眼 变成了 好了今次通胀真的去到六字头了 大家都会又醒一醒 就是经常都说的了 因为你的股市在高位的时候 变成了对这些通胀数据 未会有个感觉在 所以有个调整是很合理的 之前经常都说的了 万星急调整 看看今次的调整会有多深 坦白说以往 我想这些万星急调整 都不知道试过多少次了 是你问我的 是用这个仓位去 就是那个叫部署去应付调整 就是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都可能减一下仓 或者买些什么对冲一下 就是这样去应付 你说调整多少 其实没人知道 但是你会看到几次都是很快 然后就抽上去 所以你要那个注码控制风险 是比较重要的 我自己看 嗯 你点击